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有時候你們看到 黃偉漢講什麼 郭真良講什麼 你要去看如果我們有 少康戰情室 你要看原因 大佬半夜爬起來 上廁所 看到的一定是什麼 某某電子報寫的 什麼 不要逼我 我也不要逼你 哪有這麼遜的評價 我的評價非常清楚 而且是當場看 我跟朱學人在直播 當場看完他文章 當場講說 昨天幾點的時候 大概晚上八點多 那個時候就出來了 就是他一PO上去 馬上就看 因為在直播 所以很輕鬆就講 我的回應在這裡很清楚 就是這一場公投 不是藍綠對決 人民自己決定 投什麼就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的簽字文 就是這個決議 就是說公投不是對決 公投就你自己投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侯友宜現在目前的狀況 我用兩句話來形容 就侯友宜重傷 國民黨完蛋 2024 大佬今天下午有文章 每篇必看必點讚 但是在點讚之後 我今天有一點不同意 大佬認為說 侯友宜如果說民調 可以再上來的話 聲勢很旺 那藍營臣服 他2024的機會大增 大佬是這樣講 我說以我現在觀察 因為很多事情 我並沒有涉於其中 當個評論人就跟大家講 現在侯友宜跟國民黨的距離 越來越遠 侯友宜重傷 深藍的支持者跟甚至是非深藍的中間選民 只要是國民黨這時候你搞什麼東西啊 大家全黨上都在拼你都不出來表態對不對 恨侯友宜 討厭侯友宜 不肯講話 然後今天下午最新的一個場景 你看侯友宜跟朱立倫兩個人多尷尬 他們正好去了吳順文的新聞 這個頒獎 朱立倫是特別印記者要求 已經坐下來了 又去繞育圈 假裝再跟志恩 又來了跟侯友宜 握了手之後 侯友宜跟他只大概互動8秒鐘 立刻坐下 記者開始讀問題 主席 那是不是要請侯市長表態 侯友宜立刻轉身 背對朱立倫就坐下來了 他沒有跟他一起接受訪問 今天譬如說戰鬥欄 趙建律跑出來 在講話的時候 旁邊有議員 他不會講說我在訪問照照看 我就趕快躲開啊 不會啊 所以這個肢體動作 body language非常清楚 現在侯友宜跟朱立倫 我就直接跟講大白話 他們兩個現在基本上的關係 不是以前在新北市的關係了 話回到這個議題 我就講我的看法 新北市長 新北市長朱立倫 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他在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也是反核式的 那這個吳可惠言 剛剛康哥也講了 新北市市民看起來會有疑慮 那當時的時候 對當時的時候 林義雄在絕食逼馬英雄的時候 馬英雄要不要用核四 我當中府林議員會長 我說要嘛 可是他不得不被逼嘛 現在民進黨還嘲諷他 你自己封存 是被逼著封存 被誰逼 被林義雄逼 被民進黨制作逼 包含當時的國民黨縣市長 韓朱立倫 那當時朱立倫市市長 或有一次副市長的時候 反核式啊 要封存啊 那當時朱立倫有順著黨中央 黨主席跟總統馬英雄的意思嗎 也沒有 那我今天已經很早就講了 因為剛剛那個康哥在問大佬 你以前不是說出話表態嗎 這個節目可見嘛 你去找 自己的少考三件事 我的講法沒有變 我一直覺得 國民黨應該是買 iPad送電風扇 你不要去四個都同意 因為畢竟那個是皇室修提 不是國民黨提 你只要主攻反萊豬 天天反萊豬 萊豬不可知 萊豬不要來 一旦這個公投過了 買一送三 另外三個也就會過 可是你要非講成 四個都同意 四個不同意的時候 你就會讓民進黨 把那個 四個不同意才是反中共 我們不要讓台灣被中共盜 那跟那個什麼關係 可是民眾意識就聽懂 然後呢 然後你就會出現 這個尷尬的狀況 我很快把它講完 侯友宜他雖然沒有公開支持核四 他也沒有公開反對 那你每天在逼他 皇室修逼他說他是破口 很多人屈巧心講說 我以後當黨主席 我也不提名他 然後呢 然後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就公開講 因為我剛剛講 國民黨完蛋 侯友宜這種事 為什麼 來 今天馬上就有人挑戰蒋萬安 蒋萬安天在入口 在反萊豬有什麼問題 有 蒋萬安對於核四的話題 他的回答是 跟著民意的方向做決定 他不跟侯友宜也一樣嗎 他也沒有看法 盧秀燕他說守護食安人民健康 環境生態跟節省人民時間 我都支持 那這到底是支持幾個 支持幾個 所以今天侯友宜被拉出來 單打 而且來迎選民 確實對他非常不認同 傷到侯友宜 可是這個照片 要跟大家說什麼 侯友宜內心也不是沒有feel 他跟朱立倫距離越來越遠 他覺得說 你朱立倫從公投大家庭 臺灣謝謝你 十月三十的slogan 突然變成四個都同意之後 侯友宜措手不及 然後被所有藍營選民指責 你不團結 重傷 我重傷 那問題是 是你害我重傷 你不要去提那個 非國民黨提的核四重啟運動 就好了 這我跟大佬的看法是確實不同 我就跟大家報告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